各位好 歡迎收看《新聞今日談》 我是韋婷 8月26日 中國證監會財政部與美國公眾公司 會計監督委員會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並將於近期啟動相關合作 對於這一消息 市場顯然期待已久 今年3月8日以來 美國證監會 根據美國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先後將約150家中概股公司納入確定識別名單 使其面臨從美股退市的風險 中美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中概股從美股集體退市的風險 是否出現重大轉機 審計底稿到底包括什麼內容 跨境監管合作的痛點和難點到底在哪 中概股的監管爭議未來如何解決 相關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 財經評論員包冉先生做分析解讀 首先通過短篇了解一下相關情況 美國證監會主席根斯勒在聲明中表示 中美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表示著美方第一次從中方收到如此詳細和具體的承諾 將允許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 進行符合美國標準的檢查和調查 中美就審計監管達成合作協議 是史無前例的 這項協議比和任何其他國家的協議都更規範 更詳細 更具體 根斯勒指出協議只是第一步 仍需觀察未來幾個月的後續合作能否滿足雙方的需求 美國上市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需要派出大量檢查員到現場 對選定的公司進行審計檢查 可能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做出合規決定 美方計劃在9月中旬派遣檢查員到香港開始審查工作 根斯勒表示完成這項工作通常需要大約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到12月將會更清楚所受公司是否還面臨退時風險 彭博社報導指出中美就審計監管達成合作協議 標誌著在解決兩個超級大國之間長達數十年的 關於獲取審計文件的僵局方面取得了突破 報導也指出最新協議也體現了中方想要增強市場信心 同時平衡國家安全問題和且需求的努力 報先生您好 此次審計監管合作協議的一個簽署 是否意味著中美雙方通過加強合作 向解決中概股審計監管問題邁出了關鍵的一步 中概股從美股集體退市的風險是不是出現了重大的轉急 韋婷你好 我覺得不單是關鍵性的一步 用我的觀點來看是歷史性的一步 開始解套了 對吧 我們不是說脫鉤是解套 原來的僵局就是你也不讓我也不讓 對吧 美方說根據我們的外國公司投資法案 問責法案 我們必須得看你們的審計地稿 然後中方說那你會不會侵害我們的數據安全呀 對不對 我們國家也有數據安全保護法 還有個人信息的數據保護法 那麼違背了相關的法律境內的上市或者非常市的公司 它的數據是不能私自出境的 對不對 這就僵在這了 那麼這個僵局是需要通過談判來打開的 這一次中美雙方的談判成果 我覺得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 一個重要共識 然後達成一份協議 然後雙方各自表述 怎麼講 首先說達成一個重要共識 這是中美雙方都認的 我們看無論是中國的證監會還是中國的證監會的答記者問 這兩份 一份官方新聞的通稿 一份大記者問的相當於解讀稿 對吧 還有美方的SEC 我們通常說美國的證監會 還有美國的PCAOB 這樣的一個會計師審計的審計機構 可以這麼理解 那麼他們也在自己的網站上公佈了英文的官方的通稿 這兩份通稿的共識部分是什麼 首先都承認 在今天這樣一個全球 金融全球化的世界中 那麼任何一個地方的公司到另外一個地方去上市 比如說中國的公司跨境到美國去上市 同樣美國的公司跨境到中國來上市 這叫跨境上市 都要服從上市所在地的監管部門的相關監管要求 這點是公識的 對吧 然後其次是什麼呢 但是為這些上市公司提供審計的快進事務所 它的註冊地也是遍布全球 很可能說為中國赴美上市公司做審計的會計公司註冊在香港 這是一個很正常的事情 對吧 或者註冊在沙特 也很正常 那麼這時候就需要什麼呢 需要上市公司所屬國政府和上市地的所屬的政府的監管機構 彼此達成協調一致 然後共同為審計機構提供一個客觀公正的審計環境 同時 雙方約定我們還能為這個審計機構的對它的審計底稿 也就是它的審計流程 審計工作日志來進行再審查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為什麼要成立PCOB呢 因為當年美國的資本市場也不是那麼好看啊 安然公司的安然醜聞 對吧 然後引發了帶來了薩班斯法案 所以說要預防會計師造假 所以我們要對審計所也要審計 對吧 這是歷史的由來啊 這個也是二十多年了嘛 對吧 好 那麼在今天看來這是共識啊 那麼為什麼又說一份協議 雙方各自表述呢 在中方的答記者問的這樣的一個解讀文稿裡頭 我們首先第一 明確對什麼是審計底稿做出了定義 當然原文我可能不會逐字逐句地背出來啊 但它大概包含這幾個核心意思 第一 它是一份工作流程 然後針對工作流程的工作日志 而不是審計對象的底層數據信息 比如說阿里巴巴要上市 我是某家審計機構 某家快速事務所 我來為它做審計 我的審計底稿只是表述了 我如何對阿里巴巴進行審計的 而不能把阿里巴巴的底層的用戶數據啊 消費數據啊拿出來 所以說這一點是我們的一個表述啊 第二點是什麼呢 第二點是說對於整個的審計底稿來說 要對數據安全 因為它還是會審計數據 采取一些恰當的脫明手段 你的敏感化是不是要脫掉 要脫明 要通過程序的方式 要通過人工的方式使它脫明 這樣的話我再來提供 它就安全了 對吧也不會侵害到用戶個人的隱私啊 這是在大記者問的文稿中 說的特別重的一句話 我們也要保護我們所有中國消費者 還有使用我們中國上市公司的 全球消費者的個人隱私 這句話沒錯的 對 但是美方的這個新聞通稿中呢 它是這麼表述的 是說什麼呢 經過協議 我們美方的PCOB啊 可以不加約束的 沒有附加條件的 自由的自主的去選擇 我們的審查對象 今天我可以挑給阿里巴巴做審計的 明天我可以挑給百度做審計的 對吧 但不是阿里巴巴和百度啊 是給他們做審計的 窥市數所啊 然後同時呢 這個他還說 美方還說 我們可以保留相關的信息 並把它帶走啊 但是這一切還有賴於9月份以後的 一直到年底之前的 具體的審計工作的展開 對 看看是否順暢 所以這兩者你聽起來呢 似乎有一點點矛盾 但是我們仔細聽 一點都不矛盾 因為兩家說的 是各說各話 可能我說的是一層樓的事 你說的是二層樓的事 所以說也不能說互相之間 使了什麼小心眼 畢竟都是中美兩個大國 完全沒有必要在這種事情上 還耍小心眼 對不對 實際上大家就是各說各話 避免了剛性矛盾的產生 但是前面說的重要共識很重要 這個共識原來是沒達成過的 其實中概股的審計監管工作 問題由來已久了 一個是原因 因為它很複雜 而且非常的專業 所以說這一次 中美開展了一個跨境的審計監管合作 是出於哪些考量 目的是什麼呢 確實有考量 第一啊 我們先說從美方來說 你看對於美方來說 它自從出了外國公司問責法案之後 實際核心就是兩點 第一點 如果你這個公司不能連續三年的提交 這個你的審計底稿 供PCOB進行審計的話 對不起 你要被移入到準退時名單 進而被移入到確定退時名單 現在有159家 我印象中是中概股吧 所謂的 在這個名單裡了 對吧 那麼第二個更是很明確說了 必須這些公司 不單是中國公司 你只要是赴美上市的公司 要證明自己 要提供相應的材料 證明自己 或說明自己 是否與外國政府 有資金關聯 或為外國政府所所有 好 那我們看了 中概股分為兩大類 一類是民營企業 一類是國有企業 這個四大 我們說四大國有企業 在美上市的前兩天 都已經主動退市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看到 你的法案我們很尊重 我們再緊張上市 我們要尊重你的法案 你先回家看 那我國有企業 當然是國家所有的 政府所有的了 那麼我們確實 不構成未來的上市資格了 我們主動退 但是對於美方來說 實事求是的講 任何一個活躍的 開放的資本市場 其實是希望吸引來 招募來越來越多的 優質上市公司的主體才好 對不對 無論是紐交所 納斯達克 香港聯交所 我們中國的A股 對不對 境內的A股 都是你來上市 好奇越多越好 結果一看 假如由於這個法案 大量的好企業 開始離開了 那其實美國 心裡這不是 商第1000自損800嗎 對不對 它其實也不太很舒服 所以說 它也需要找到 一個折衷的方案 希望你能夠 把優質的企業 還留在美國 因爲什麼呢 因爲我們都知道 其實很多的公司 優質的公司 在美上市之後 它的IPO所的募資 以及後面發債所募資 這實際募資嘛 你一是IPO的募資 再一個發債的募資 都遠遠比不上 它實際給用戶提供的分紅啊 股民的分紅很多的呀 所以說這點來說 實際上還是優質上的公司 對美國的經濟體系來說 對於它的投資者來說 是一個香伯伯 香伯伯 好 再看中國 中國也不想脫鉤 為什麼呢 我們都知道 自從2000年以來 隨著科技的進步 最早是以互聯網啊 後面還有醫藥啊 基因啊 包括這個物聯網等等等等 這些科技企業 在風險投資的模式加持下 VC 我們說風險投資加持 然後迅速地滾動 做大 然後呢 赴美上市 或者赴境外上市 因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公司 總體還是虧損呢 按照A股的這個規矩啊 當時你是上不了的 對吧 不像現在我們境內的資本市場 也是多層次的了 當時我們只能說 到納斯拉克 納斯拉克有容忍度啊 對吧 鼓勵創新 上市之後 迅速市值所大 有更多的資金 反補到自己的業務運營 最終走向盈利 成為平台級的 規模化的這樣的巨頭 我們說這個老的BAT 還有現在新的所謂的TMT 都是這樣的嘛 對吧 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們看到 這是全球化金融帶來的 對創新者和創業者的 激勵和獎賞 也是對我們中國的 經濟的一個很大的促進 畢竟平台經濟都發達 實話是說 很多在領域互聯網的平台 我們發展得比美國還要 在應用層面 比美國還要好 可是如果一旦 這條路被堵死了 那麼在短期之內 我們中國境內的A股改革 雖然有了什麼科創板啊 這樣的各種各樣的新三板啊 這樣的多層次機制 北交所啊等等 但是我們可能還在短期內 難以實現納斯拉克的複製 所以我們也需要保持這個通路 對 我們看到美國公眾公司的 會計監督委員會PCOB 它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機構呢 PCOB它要求檢查的這個審計底稿 到底包括什麼 是不是查賬啊 首先說第一 很多人可能有個誤解 這是不是美國政府的機構 不是啦 它是一個私營的 非營利性的機構啊 可以視之為會計師事務所的聯合啊 但是它的工作人員是全職工作人員 是專職工作人員 剛才提了一對 就是當年的安然醜聞之後 財務醜聞之後 那麼有了薩班斯法案 薩班斯法案那你總得有執行的主體啊 你得有執法隊啊 對不對 你說了 有這法案我們要加強對會計師事務所 對這些審計機構的審計 那誰去幹這個事呢 所以就成立了一個私營的 一個非營利性的機構 就是這個PCOB PCOB最早是我印象中 就五個專職成員啊 全是拿工資的啊 全是三個是來自於資深的會計師行業 它原來是做會計師審計企業 現在呢從會計師推出來 我審計會計師 然後呢 後來是越來越多了 現在的人數啊 但是它每年的費用實際上源於 它像個協會一樣 它源於啊 這個各個快樂事事務所的貪銷 以及上市公司的 主要上市公司的貪銷 為什麼呢 我們為你提供服務啊 監管也是一種服務啊 對不對 那麼你們要出錢 但是他們之間彼此不構成 直接的經濟利益的輸送 這點是非常重要的啊 好 那麼它進行審查的時候 它其實並不是查賬 但也可以說 它的對審計底稿的檢查 包括了查賬 我們首先要換什麼是審計 審計工作實際上就是要抱有天然的質疑的態度 對審計對象的所有的原始的財務憑證 銀行往來 資金投寸 業務合同 業務估值 要進行全方面的審查和審核 你有沒有造假 因為對於任何一個想拿投資的 想上市的公司來說 我們坦白地講 不管它的創始人和團隊都多麼的道德高尚 它在經濟人的假設上 它有天然的造假動機 為什麼 你利潤多造假出一個億 按照十倍批抑值 你就可以多容十個億 估值就多上十個億 對不對 可避免 它就有動機的 那麼這個快樂師審計就是為了對抗和平衡 抑制這種造假的動機 好 那麼在這過程中 我們也可以想像 這個毫不意外著 會計師事務所和審計人員 它天然也有很多錢的誘惑 對不對 也有很多財富的誘惑 也有很多造假的動機 能不能公正 對 這時候就需要有另外的第三方 對審計工作的底稿進行審核 比如說你認 我舉一個非常細的例子 銀行的憑證和銀行頭寸的校對 是審計工作的最基礎 但是也是最重要的一環 很多貓膩都會從銀行的對賬表上 對賬單上檢查出來 因為錢不是假的 對不對 A股的康德興 最後怎麼爆雷的 200億銀行存款不見了 那這就是說明 那你之前的審計工作怎麼做的 難道每一年的審計工作 你找到相應的 它的開戶行的時候 錢都在嗎 不可能一夜之間不一而飛吧 這顯然中間是有貓膩的 對不對 好 我只是舉一個例子 那麼對這些工作進行查的時候 不就是查賬嗎 對不對 相當於這樣一個行為 還是穿透性的查賬 相當於是 合作協議對於合作中 可能涉及的少量敏感信息的 處理和使用 做出了明確的約定 特別是針對一些個人信息等 特定數據 設置了專門的處理辦法 相關的會計師事務所及企業 如何才能做好信息安全的工作 做好三個字叫合規性 就可以了 因為在我們中方的表述之中 證監會的這樣的一個解讀之中 明確地指出了 我們需要為它脫敏 數據脫敏 同時中方會全程的參與 並協助接受審計的 會計師事務所 來進行相關的工作 那麼這裡頭 參與和協助實際上就是提出了規矩 那麼相關的機構 只要做到合規性就好了 好的 感謝包先生精彩的解讀 下節新聞今日談 帶您繼續關注 中美簽署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對中概股有何影響 相關話題我們稍後繼續 新聞今日談歡迎回來 中國證監會財政部26號與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簽署了審計監管合作協議 並將於近期啟動相關合作 中國證監會表示 合作協議的簽署是中美雙方監管機構在解決審計監管合作這一共同關鍵問題上邁出的重要一步 中正監指出在企業跨境上市的情形下 上市地監管部門與本地監管機構建立合作機制 對為企業提供審計服務的本地會計師事務所開展跨境監管 是全球資本市場的通行做法 目前有超過200家中國公司在美國資本市場上市 有30餘家中國境內會計師事務所在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註冊 能夠為在美上市的中國公司提供審計服務 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和中國監管機構 都需要通過跨境監管合作 對對方國家相關會計師事務所實施審計監管 這也是國際慣例 中正監指出 對會計師事務所開展監管 必然涉及審計工作底稿 以檢驗事務所的工作質量 從國際時間看 上市地監管機構一般每年以抽查方式 對會計師事務所進行檢查 因此對中美審計監管合作而言 也無需每年檢查全部在美上市公司審計項目 中正監還強調 保留中概股在美上市是一種多營的制度安排 對投資者上市公司和中美雙方都有利 也是雙方能坐下來談判 並達成協議的一個重要基礎 包先生您好 我們的話題繼續 2020年底特朗普簽署生效的 《外國公司問責法案》 直接引爆了中概股或將面臨集體退市的討論 截至今年7月底 美國證監會根據美國的外國公司 《問責法》已將159家中概股 列入了預摘牌的名單中 中美在中概股的審計監管問題上 有怎樣的分歧 其實我覺得這個分歧核心就是三點 第一點是什麼呢 審計底稿尤其是保存在中國境內的審計底稿 能不能給美國人看 或者是能不能給PCOB的這個快樂師來看 這是第一個分歧 第二個看完了能不能打包帶走 對吧 這個數據能不能就出鏡了 對吧 第三個是什麼呢 第三個是我們說很多的公司 它是採用了VIE的架構在美國上市的 它不是直接上市的 當然這個事情是一種制度安排 在歷史上形成的 也就是說真正在美國上市的公司 實際上是一個殼 這個殼通過一系列複雜的協議 來與實際上從事互聯網服務的實體公司 達成了一致 我們把這個實體公司的 每年的收入 利潤 債務 都對稱到 映射到這個殼公司 然後這個殼公司再在美國上市 這樣的一個VIE的架構 已經持續了20多年了可以說 應該說也是為大量的中國赴美上市公司 提供了一個務實的通道 但是確實也埋下了今天的 中美之間的再審計低稿的衝突 為什麼呢 這個如果說你不解決這個核心的制度 安排的問題 那麼我們美國的投資者 肯定快心有其其然啊 你這告訴我的數據到底是真的假的 我又不能審計到你真正的業務實體公司 對不對 為你做審計的公司我還不能去檢查 這個我們要理解 作為一個投資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 但另外一方面 我認為特朗普政府 從他的外國公司問砸法案 實際上不簡簡單 是出於對保護投資者的利益的目的出發 剛才說了 如果你真是為保護投資者 我也舉雙手贊成 但是你還掺杂了太多的政治的考量 這就不太好了對不對 實際上就是借題發揮 那麼在今天我看到第三點核心就是說 如何為VI架構做出一個永久性的 或者就是持續性的制度改革 如果你不改革這個制度的話 圍繞著審計底稿的這個所謂的這個矛盾 依然會產生還會源源不斷 那麼到底我們說以後赴美上市的公司 應該遵循什麼 其實現在咱們國家也有了相關的政策和法律了 為什麼呢第一我們看到啊 根據上市公司的數據的安全的相關的法規 凡是有一百萬用戶以上的數據體量的 你在付境外上市前 包括在境內上市 都要提交有關的監管部門進行安全性審核 不是說你不能上 你得先讓我檢查一遍 你是不是數據有足夠多米 是不是有數據的安全對消費者進行損害 或者對國家安全帶來了不可預知的潛在的危險 這些實際上都有制度安排 所以我更期待的是經過這一兩年的博弈 中美雙方對於審計低稿的博弈 審計低稿也是一個載體一個介質 它的背後就是VI架構怎麼改 真正正的實體公司去嘗試 這個才能一勞永逸的解決 赴跨境上市的這樣的種種的監管的核心矛盾 和底層矛盾 其實在過去兩年的時間裡面 外界對於中概股退市風險一直有所擔憂 中概股股價也普遍的下挫 中美簽署協議以後 會對中概股的估值有什麼樣的影響 退市的風險是不是也大大降低了 實際上叫春江水暖壓限制 玩資本的人都敏感著呢 早在這個協議簽署之前 其實就有多個交易日中概股開始又回暖了 《華爾街日報》應該是提前兩天發布了相關的消息 所以說該有的利好釋放的差不多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好事不說的那天上週五的晚間 正式公佈這一利好消息的同時 美聯儲的主席鮑威爾先生 還做了一個激情四射的演講 說我們要迅猛的加息來應對通貨膨脹 這個事不是針對中概股的 因爲什麼呢 因爲納斯達克 道瓊斯 那也是一切千里的 是屬於 結果打擊了市場的信心 所有的上市的中概股來說 都要進行二次主要上市的 重新上市的安排了 我們說不是之前有二次上市嗎 不一樣 我們要知道 像過去有很多公司 剛才維廷你也提到的 說我們再回到香港進行二次上市了 它不是真正的上市 它是一種叫存托憑證的流通 存托憑證是什麼 我在美國上市是主要上市地 然後我把在美國上市的一部分股份拿出來 抵押給某家銀行 這家銀行在香港聯交所 在發行這個抵押股份的憑證 好 問題就來了 如果說在美國上市的主體 依然沒有逃過外國公司 問責法案的這樣的一個制裁 最後被退市了 那麼你抵押給銀行的那些股票 也就自然無法在聯交所 繼續交易了 存托憑證也失效了 對不對 那麼對於企業來說 實際上是得不償失 風險的引信沒有拆除 只有實現重新的主要上市 也就是多地的主要上市 比如說我同時在香港 同時在新加坡 同時在倫敦 同時在美國 無論是這個紐交所 還是拿撒克上市 這叫什麼呢 這叫主要上市 雙重主要上市 這才能保證 我在香港發行的股票 上市的股份是獨立的 和我在美國發行的股份 公開發行的股份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所以說那邊即使說不讓上市的退市了 我這邊依然是上市的主題 所以但我們已經看到很多公司 已經在這麼做了 阿里巴巴也在這麼做了 對不對 B站 Bilibili也在這麼做了 但是還有些公司 只是存托憑證的二次上市 還沒來得及轉為兩地的主要上市 所以我覺得這個大家還是要警惕 有些公司要注意了 不管中美雙方的談判如何 你的Plan B一定要準備好 對不對 你要有備用計劃 在您看來 跨境監管合作的這種痛點和難點 到底在哪呢 未來中概股的監管爭議 怎麼來解決 制度上的信任是最大的痛點 現在說白了就是 兩邊都是對對方 進行制度上的不信任 為什麼呢 美方的不信任是 你看你們這個大陸的 中國大陸的開始事務所 包括香港的科技事務所 是不是天然的有幫助 這些企業造假的動機啊 對不對 你們中國政府 還不讓我們看審計提稿 這是原來啊 在達成這個協議之前 我不信任你 所以越不信任 越表現得很極端 對吧 中方也不信任啊 說你跑過來 到底是來進行合規性的審查 就就事論事的 合規性審查 還是跑過來 拿我們的數據的 是不是 拿了我們數據以後 再進行其他的 非貿易性 非金融性的 政治化的制裁的 我也不太相信你啊 對吧 這兩個人越吵越不相信 但是還好 我為什麼說 開宗明義的 在今天節目中說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進步 就是大家開始 能夠心平氣和的 坐下來 坐在桌子兩邊 談判 並且能夠達成 重要的公式了 公式就是說 我們先要互相相信啊 我 你要相信我 這個允許你來審計 我們這邊的事務所 是真的 我們也會完全按照 國際通行的 會計準則 來約束要求 凡是註辭地 在我們這兒的 相關的會計事事務所 同時 你也要讓我相信啊 你過來真的就是 就事論事 為了股民的利益 為了投資者的利益 來審計這個 會計事務所的 而不是出於 政治報復的目的 或者長臂管轄的 這樣的 所謂的 戰略打壓的目的 所以我覺得 建立制度信任 制度互信 是 從根本上解套的 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剛才提到了 VIE架構的改革 它的基石 也是 制度互信 咱倆得互相信任 才能接著往下談啊 對不對 所以說這是邁出的 重要的一步 對 感謝包先生今天精彩的解讀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新聞今日談 我們下期再會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見 我們下期待 只會殺全台 一個人 我們下期待 我們下期一結束